原本是杂草丛生环境脏乱缺乏管理的地点 经过规划整理摇身一变 成为干净明亮整齐卫生的停车场 由于暖暖区暖暖街缺乏停车场及停车阁停车大不易 机动市议员林敏勋积极协调民间 在通往暖暖区公所的水源桥下 披荐有152个小型汽车停车位的停车场 短期内希望改善暖暖街的停车问题 那我们在经过协调经过不断的找寻 那总算是找到在我们那个暖暖水源桥下的一块 已经荒废了很久 那荒烟漫草的一块土地 那我们找到了地主 那也与他来做一个协调 那也后来也跟这个我们的行政部门 来做一个整个我们办理的会刊 然后现场做一个调整 那后来也协助他们来做申请 那好不容易再花了一阵的功夫 大概一年的时间左右 那总算把这块土地把它来做一个活化 那整理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停车空间 那未来这一块会是一个我们暖暖的区域的民众 在回来家之后有一个可以很安心 很舒适的一个停车空间 那如果未来我们这个暖暖的办举办的活动 那像包含比如说清水剂的部分 会吸引到大量的车潮的时候 人潮跟车潮来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停车空间 可以不会造成我们整个暖暖街上这个停车的压力 那跟整个交通的这个庸舍 那这边也是还是要感谢地主愿意把他这个这块地 把它做一个整理 不过林敏逊也强调长期还是希望改建暖暖区公所 新建新的暖暖区行政大楼一并规划停车位 中长期我们这边还是会持续来推动 我们暖暖区这个行政大楼来做一个整体的改建 那包含旁边的市场用地 整个来做一个联合的开发 那挖地下的停车场 然后来让整个真的暖暖街上 整个全部的停车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那让我们的这个居民的生活的品质可以再次提升 水渊桥下的停车场是利用私人土地僻建而成 包括停车格以及车号辨识系统和路灯 以及监视器等等都已经设置完成 近期内即将对外正式启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